特斯拉中国又降价 美国的Model S Model X也降级 毛利下降 股价下滑 特斯拉在玩哪一套 马斯克呢 持续约战小扎扎克伯格 推特重要还是特斯拉重要 今天来潜聊以上两个问题 现在我看好运不断 特斯拉中国呢 又一次降价 降价的频率呢 赶上了女生的亲戚了 这次呢是Model 3 享受8000块保险补贴 Model Y呢 31.99 降到29.99万 省了14000 这价格呢 跟美国的降价幅度差不多 1000到2000美金的幅度 特斯拉的售价呢 是一点点的在向下下沉 去捕捉更多的市场 股价呢 也是一点点的下跌 我们稍后再讲 上次视频呢 说到了Model 3的改款 可能先上线上海 再上线加州 现在呢 配合着老车型的大降价 我还是保持上期视频的观点 就是有便宜呢 就赶紧减吧 等待的话 可能不会让你感觉那么惊艳 Model Y呢 来到了30万以内 这名币 这个呢 对SUV市场的下沉影响 估计还是蛮大的 看来之前签的这个特色的 公平不降价协议 只是一场闹剧 在北美这边呢 新款的 打着引号的Model S和X 也在昨天亮相 也是标准的续航的Model S和X 比长续航呢 便宜了差不多 一台1万块 一个型号1万块 续航这样降低 续航呢 降低差不多100个英里 速度呢 也慢了一丢丢 我当时就评论说 这玩意儿在加州 续航可不太得够啊 出来的一瞬间呢 我确实有想换车的念头 但是仔细一想 还是差点意思 Model S和Model X标准续航 一台8万到9万的车 除了比Model 3和Model Y大 舒适一点 速度快一点 但是和要放弃续航比起来 我感觉都不是特别的重要 这个Soyer呢 也在给大家这里 做了一个比较直观的对比 一台标续的Model X 和现在的长续航Model Y Model X呢 是8.8万269万续航 0到60的加速呢 是4.4秒 这个标准的Model Y呢 是多少呢 就是我那个车 5万块330的续航 0到60呢 4.8秒 还可以享受 7500块的退税补贴 除了长度呢 短了12英寸 其他地方呢 都不短 价格呢 平均差不多 算上补贴乱七八糟的 便宜呢 可能快5万块钱 Model S标续航 比Model X还强一点 7万8 续航呢 可以达到320英里 跟Model Y的长续航呢 续航是差不多持平的 加速呢 是3.7秒 这个车呢 我觉得续航 是可以的 为了一个三秒多的 这个加速 还是值回票价的 不过呢 它是个轿车呀 Model Y它起码 也算半个SUV 它能拉东西 还挺能装 所以呢 我觉得还是不能 很好的解决这个痛点 起码我现在发现 续航是这个电动车 超越一切的存在 我是觉得 标续航的Model S和X 是吸引两个人群的 现在的Model 3和Model Y的车主 它可以考虑升级一下 不用花太多额外的钱 或者呢 是一些新的车主 还有一些老的Model S和X的车主 可能觉得之前的 有点太大了 太沉了 怎么样呢 可以考虑降级 不过呢 现在这个配置和价格 这两个群体 好像都没有特别好的吸引住 也许我的想法 比较片面和比较个人啊 不知道各位 怎么看待这个标准 续航的Model S和Model X 你觉得有吸引力吗 你在什么情况下 会掏钱买这个单 对此呢 老朋友Gary Black 也给出了评论 他说啊 这个新的Model S和X的标续航 好像性价比不是很好呀 续航少 0到60加速呢 对一台8到9万的车 又太贵了 Model Y的Performance 只要5.5万 有303的续航 0到60的加速呢 只有3.5秒 完全比你这个S和X都快 那我为什么花这个钱买这车呢 我是完全同意啊 但是现在更棘手的问题是 特斯拉实际上在做的事情 并没有推出更低价的车型 而是将现有的车型降价销售 这一点呢 其实非常让我担心啊 也可以理解啊 但是它是为了更好的充销量 对吧 不过呢 这个对利润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这也是为什么 二季度财报 机构的反应啊 是比较负面的 还看到一个帖子啊 爆出说 这个标准续航的Model S和X 很有可能是个幌子 为什么呢 你打开它的参数 你可以看到 它车身重量居然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这个标续航和长续航 这样就代表着 它很有可能用的是同样的电池 只不过通过了软件来改变锁定了性能 如果这个是真的话 那就说明现在的S和X卖不出去 它不得已只能改了一个名字来继续降价卖 但是还是卖着同样的东西 但是又不想让大众知道 所以呢就玩了这套挂羊头 卖狗肉的方法 不过呢 需要更多的信息来确认 一旦确认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对公司的这个销量来说 或者是基本的来说 不是特别乐观 特斯拉股价呢 也是最近持续走低 230到240 我的第一个加仓目标已经过了 现在呢 今天呢 最低来到了这个232 231 下一个我觉得比较不错的买入区间 之前在这个小号提示过 我是在这个 觉得在220附近是比较理想的 8月份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难赚钱的时候 所以呢 我们要耐心等待静候时机 销量和股价都在下滑 老马与此同时呢 还在到处这个惹价 今天最新的推特他说 我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打架这件事的总结吧 前一支时间不是约价吗 他说我开个玩笑啊 在X平台上说要跟小扎干招 小扎回复我说 发给我个地址 我于是呢 就跟意大利那边确认了 古罗马的角斗场 小扎后来拒绝了 我又提议说 你家如果比较安全 上你家打也可以 悲剧的是他说我在外面旅游 老马说那我到底可以在哪里跟你打架呢 之前他们俩不是同意了一些打架的细节吗 会通过X还有这个Facebook脸书来直播 老马呢还和意大利的首相 看人家这关系沟通过 想把他们古罗马经济场拿来当做场地 这样体现一个古老的这么一个氛围 获得的收益呢 会捐给慈善机构还有退伍军人 现在呢这个决斗从老马的口中说 意思是小扎不敢打了 是怂了吗 对此呢 我从老马的角度简单分析一二 他是想让X平台成为最大的社交平台 或者媒体平台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老大干账 对吧 就是找社交媒体上平台的老大去挑战 因为不管是赢了输了 都是赢了 这句话能听懂吧 我们之前视频说过 X的越活用户跟小扎的脸书相比 那实在是少的可怜 排在倒数 所以才能很好的理解 为什么马斯克疯狂的刺激扎克伯格 想来一场世纪大战的原因 我估计小扎也是想通了 说我能中了你的拳套吗 我要跟你打怎么都是你占便宜 对吧 我还是找个借口说我在外面旅游算了 不过舆论的压力呢 天天也在刺激这个小扎 保不清哪一天呢 他头脑一热就迎战了 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还是希望老马呀 你专心点研究这个FSD吧 这个电动皮卡吧 兴建吧 这些都是你重要要干的事 CFO也刚走 你这弄的一天还20多个小时在这发推特 也不知道你找了一个推特的CEO 是干什么吃的 他怎么不管管你呢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看完再赞 要查完过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